等等 怎麼了 我突然...我有種討厭的預感我們還是快點 我是住在這裡的 嗯?你嗎?這是你的房間嗎? 嗯...這裡有我寫的日記和做出來的各種東西 在這裡休息一下嘛 之後再說了抱歉 媽媽 別過來 啊! 啊! 啊...為什麼 媽媽說讓我別過去 你在這種地方也討厭我靠近嗎? 到頭來我還是殺了他 不關你的事啊!他自己要自殺的啊! 老媽你也太想不開啦 我知道你想讓我們出去 所以要幫底下那個磚塊染成紅色的啊 那你也太直接了吧 哇塞 沒心情看 沒心情看 沒心情調查 你媽媽死掉了嗎? 不需要帶媽媽出去了也沒關係喔 需要離開這裡喔已經沒有了吧 我想要你跟我一起待在這裡 我想像目前為止那樣跟你聊天 你不是我爸爸在嗎? 我沒怎麼跟爸爸說過事 說過話 我只是做他交代的事而已 把你待在這裡 就算你說那種話 反正還是像房間裡的 村裡的大家一樣把我殺掉吧 不會殺你喔 如果當我的媽媽的話 就不殺你了 蛤? 媽媽? 啊 媽媽 我們要媽媽 我想要媽媽 再說了吧 人們距離在這裡的 並不是要殺掉他們 人類都會在害怕 或是毫無道理的 殺掉的時候 許願要神救救我嘛 所以才會讓他們害怕 並且做出想殺他們的樣子 當然 是最後都只是死掉了而已 那樣就是殺掉了喔 不 跟你說這些你也不懂 畢竟你也只是一直在這裡 做著父親要你做的事而已 為什麼他們兩個那麼淡定我也不知道 可能他們能白種的 不是白種的 那個 他們白話正的都已經 可以淡定無視所有一切了吧 呵呵 就他們已經完全習慣了 已經被 因為他們可能因為有 一些身體上的毛病 然後長期被虐待 已經搞東西習慣了 看到這些就 喔 發生了喔 就這樣吧 那是不對的事嗎 誰知道你自己好好思考比較好吧 你要怎麼自己思考啊 你肯定是有必要多看看不同的景象吧 而不是只待在這種灰暗的陽光裡 有一本日記 我每天都到各式各樣的村子 把小孩或女人帶來 只要孩子們被抓走 親人就會擔心孩子 向神祈求孩子平安無事 我之所以會抓女人 是因為或許可以成為媽媽 但沒有任何人願意成為我的媽媽 所有人都在害怕 不肯靠近我 明明我在書裡讀過媽媽 為了孩子可以做任何事的 爸爸說 再過一會兒他的力量就會回復了 到底當力量回復時想做什麼呢 爸爸對生下我的媽媽保密了 他把我出生的事當成秘密了 好像是當成我還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就死掉了 我想就爸爸方面來看來是想讓我一直待在這裡做事吧 所以才會當成秘密 因為我已經在媽媽肚子裡死掉了 所以不是我的媽媽了 才不願意愛我 所以得找其他的媽媽才行 今天我見到了差點被女兒殺害的媽媽 真可憐 明明媽媽是會愛孩子的 要是幫助她的話 她會願意幫我媽媽嗎 果然那孩子 迪亞就是神贏的元凶嗎 不 說是元凶也不對 畢竟她只是被父親指使的 要是沒有人相信神的話 神就會消失 所以才會讓人害怕 或是實現人們的願望 讓人們相信自己的存在 所以 當神因某位魔女而失去力量的現在 他的兒子便代替神達成這個職責 讓人們相信神明的存在 好像在這棟洋館某色的書有寫到 的確 我記得好像是 好像是有在那本書的 下一個房間遇到迪亞 因為以為是女生 就沒有懷疑她是兒子 哈哈 媽媽會愛孩子 為了孩子做任何事嗎 可是 她一直以為她是女生啊 哈哈哈哈 繪本 從前站某個地方 有個母親和女兒 女兒是個怪物 女兒總是被村裡的大家欺負 但母親愛著那樣的女兒 看著被欺負的女兒 母親總是會哭泣 為了不讓女兒再被欺負 便開始和女兒一同外出 雖然村裡的大家還是不停的欺負 貧困的兩人仍互相扶持的一頭生活 某一天 村民們圍住母親和女兒所居住的家 並且放火 母親將家中僅存的水 全部灑上女兒 一邊用身體保護女兒 一邊從火中衝出來 雖然女兒保住了性命 母親卻死去了 母親在臨終前向女兒請求了希望你活下去 我的媽媽是 從我的記憶以來就很討厭我 她想要扯掉我的頭髮 想要挖出我的眼睛 每當看到我就會發瘋想要殺了我 我也很討厭那樣的媽媽 我從很久以前開始就想要丟下媽媽離開家了 明明是這樣 我卻知道今天都不成這麼做 這肯定是因為我曾經看過我的媽媽 和這本書裡的母親一樣 看著被欺負的我和爸爸一起哭泣吧 我有這種印象 但是因為爸爸是在我一或二歲時死掉了 我也記不太清楚 我覺得那可能只是做一場夢的錯覺 現在回想起媽媽在爸爸死後對我的態度 可能還是覺得只是夢或錯覺 不知道我覺得那村民真的是 媽咧 不知道我看到還是會覺得很不爽 明明就知道是假的 可是一陣看到瞬間會覺得 如果可以我還蠻想滅村的 你知道嗎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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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阿 不知道我覺得 我不太懂他們的邏輯耶 他只是長得不一樣而已 你們看到外國人你們會想把他們殺掉嗎 一樣的道理阿 對不對 自己沒有見識沒有本事 然後就在那邊認為說 阿惡魔來了我們要被殺掉啦 我們先下手為強我們是正義的 我們要維護我們自己的人生安全 對不對 媽咧魔女怎麼來的 有絕大部分都馬是被你們害出來了 這些村民 你阿要不要出去看看呢 雖然我沒辦法保證外面的世界是比這裡好的地方 但我覺得會比一直在這裡過同樣的生活來的齁 而且生下你的媽媽還活著吧 嗯 但是 要是他知道你還活著一定會很高興的喔 所以你要找看看 你要 你找看看 你真正的媽媽吧 而不是找代替的人 你可以跟我一起來嗎 欸 你是想死的吧 你剛才做的藥 就是那個用來熔掉白色魔女刀像的藥 你本來想把它用在哪裡 那個藥是 那個藥是 我本來想 在放著媽媽逃走之後自己服下去的 為什麼 會是為什麼呢 比起想要補償 是不是更想從罪惡感中逃開呢 你不可以逃啦 跟我一起嘛 我知道了 我也會幫你找媽媽的 嗯 在那之前你要當我們的媽媽喔 你不能因為看到別人大胸部 你就會想要當作自己媽媽好不好 小鬼 你這個色心實在太明顯了 可不可以至少讓我當姐姐 呵 對 那小鬼能射小鬼啊 這個 呵 呵 那小鬼太好色了啊 呵呵 對 那個居心不良啊 呵 那個很明顯就有問題啊 哈哈 嗯 六歲 完全看不出來 蛤?六歲 欸 呵呵 那他就是媽媽 呵呵 真的是齁 這小鬼真的是 是你給媽媽服用的 嗯 是啊 是你做的喔 好厲害喔 好不好 這小鬼真的是齁 只能看了嗎 一點點點 我想看嗎 我非常後悔 從今以後一定也會一直後悔下去吧 一號啦至少 至少我們不用想 不用想說要怎麼把它變成紅色了 媽媽 你醒來了嗎 不用躺著也沒關係嗎 啊 紅眼 白髮 魔女魔女魔女 滾出去 我怎麼可能會生下魔女 你不是我女兒 嗯 媽媽還是躺下來休息吧 你靠近我 有你的存在會忍入生命大人 殺害我丈夫也是你對吧 唇裡的所有人都會說我們的閒話 我討厭車廂 只都怪你 滾出去 給我滾出去 我要走的話誰來照顧媽媽呢 滾出去 否則殺了你 知道了我知道了 你就安心靜陽 我就待在房間裡有什麼事在叫我吧 滾出去 滾出去 我就求你了 你走吧 滾出去 走 怎麼啦 沒有 沒什麼 這沒什麼好後悔啦 我覺得 根本不是他的錯 如果是他的錯的話 我覺得他就要後悔啦 雖然他的確有想殺 但最後沒有 欸 你在這種地方做什麼 你們要幹嘛 欸 你們認識了 裡面放著鑰匙是哪裡的鑰匙呢 啊 鎖起來入口的門打不開了 難道是入口的鑰匙 或許是呢 這樣就可以從這裡出去了 我們連著回來路回去吧 你一直把剪刀帶在身上 當然已經不需要了吧 呃 鎖起來的確帶著 那就放在這裡吧 等我一下喔 這樣就行了 反正以後 也不會再用剪刀 就放著吧 你要剪短 真可惜我比較喜歡長髮的說 欸 難怪我以前哪裡不對 他頭髮變短了啦 之後就會長回來了 走吧 喔 對喔 他頭髮剪短了 能讓開嗎 欸 對喔 他把頭髮剪短了耶 呃... 其實感覺沒有剪太短 好像剪滿短的其實 欸 這裡 欸 他這樣其實有點像是 帶學士帽那個小孩 那個... 那個... 畢業生 比起...比起那個... 小女孩更像畢業生那樣 啊 啊 等等 那個...這樣好嗎 他不是你爸爸嗎 啊 啊 快走吧 還是可愛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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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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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要承擋就代表有問題啦 我承在地方好了 啊 為什麼要妨礙我 不能讓你從這裡出去 男的都做出來了 蛤 父親大忍塔 還需要你 已經夠了吧 他最近好像變得有精神了 而且人們也都相信神明的存在囉 從今以後一定也會相信的 沒有了那樣的保證 說不定人們又全部不相信神 那個...我覺得 就算這孩子不去做神影的事 不實現人們的願望 不繼續給人們恐懼 人們還是會繼續相信神明的 因為人類這種生物就是 只要遇到什麼討厭的事 或是事情不順利時 就會把錯推給別人的生物 想當成是除了自己以外的 別人犯的錯 想依賴其他人 而那個對象就是神明 和神明要怎麼做沒有關係喔 就算村中出現災害或欠收都只是偶然 但還是會有人說是神明作祟 想祈求神明原諒 想要神明許願的人 一定也不會減少的 閉嘴 白訪母女的子孫 魔女真是讓人 不愉快 我以為他不會走過來的說 現在不是亂跑的時候 他速度是變快啦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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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接下來要怎麼辦 你說呢 該怎麼辦呢 我已經不想回村子了 那就去其他地方吧 而且也得找到你的媽媽才行呢 你會和我一直在一起嗎 直到找到你媽媽為止就是那樣 那總比之前那樣一個人 孤孤零零的來得好吧 既然要一起共渡的話 你就不可以瞞著我 也是呢 結果到最後還是沒能和媽媽一起見識村子外的景色 完結了 就這樣 怎麼覺得好像還有很多東西沒想完的感覺 像是那個她的媽媽到底是誰 白髮魔女嗎還是誰 然後她媽媽到底為什麼討厭她這件事 就這樣完結人了 做得到嗎 那小事 你對她的媽媽 對她的媽媽 還是沒有想到她的故事 那她的媽媽 好 Thank you 玩? 呵呵呵 還特地寫一個玩字好可愛喔 Thank you for playing 他其實蠻可愛的阿 對啊 破完阿 可是 可是我覺得這村民真的是 有沒有 有時候覺得人類很好笑就是 他們只會把那個 錯都怪在一些 跟他們不一樣的人 然後他們就會認為說我們是正義的 一切都是他們的錯這樣子 我有時候真的覺得 他們這種想法真的讓人很反感 因為我個人比較偏激阿 所以我會這樣想阿 不要學我阿 好啦 那我們的秘密知識 但是到這邊告個段落啦 很可惜他沒有跟我們講說 就是有關 迪亞的更多事情 我覺得迪亞她身份 包括神阿 魔女阿 其實她有更多的秘密 但她並沒有講出來讓我們知道 但這應該也是這個 有趣的地方阿 會讓我們更多想想 搞不好她之後還會出續集之類的 這也很難講阿 對 兩個 兩個 同病相連的姐弟 我們不要說母子阿 姐弟好了 姐弟他們 那個 或許之後還會有更多冒險故事 也說不定阿 對 好 那我們的秘密知識 就到這邊告個段落 感謝各位們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